全貌 以戒指來講是小 以世界的全貌就是大 我把它快速的大 不可以嗎 可以 可以 可以小就是大 是啊 你現在卡在哪裡 你這些東西就是要戒出外面 不是會戒出外面 你叫做外球 道不遠人 人緣道 所有你要找的東西 不是外球 自家本家就有 以假設一個外球的現象來抱住你 是不可能的 你自己本身就有 你不需要外球 你前面說了一大堆的故事 都是區別人 我只告訴你 它是小 小到像一個戒指一樣 但是它有一本書說 這個戒指就是像無限的世界一樣大 它可以小也可以大 你把那個戒指的小 突然變成大 不是誇張 而不是說 借助外面的力量 外面的力量的接觸 是你心靈上面跟它的接觸 而不是你假想一個故事 我跟你很好啊 你多給我一點 它壞 你不要給它 不是 沒有這回事 因為宇宙的能量 給人是均等公平的 不是給你多 不是給你少 看你 你是不是走入它的軌道 那你就多了 它沒有走入那個 它就少給你 就這樣 聽懂我意思沒有 你把它說的成一個戒指一樣 突然變一個大現實 就這樣 它不爆炸 而不是去爆炸 試試看 我幫你講 你應該懂了 你應該懂了 應該不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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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你這樣的話 炸 有 對不對 好一點 好一點 還不夠理想 要兩腳離地 手要 你看它一炸以後 這樣 變這樣子 都灑給你了 那才對 你再擴炸一點 炸 對 有 厲害 好